第十叫做不定进门 就是心受此义法 也都可以往生净土 请看 第一 假如他了解毅力 还没有全部 他知道波尔波罗蜜 圣意地跟世俗地 可是他还没有完全地 调伏自己的烦恼 或是他不能很了解 很深的佛经 但是他只要好好的读经 诵经的话 这样发愿 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诵经一定有他的功德 第二类 有些呢 但是依语而生性 或依他而生性 有些依佛经的道理 而产生信心 可是或依别人劝你修净土 而生信心 可是呢 有时候呢 他遇到贫苦的时候 有个折辱 就是折别人欺负你 或侮辱你的时候 你也会生起强烈的 这叫出离心 这样而念佛 也可以往生 大部分很多老太太老婆婆呢 也都是一生很苦 假如因为这样而生起 再进一步发菩提心 那你一定可以往生的 第三个 请做一个记号 就是我教你的 观佛的相貌 金色的相貌 或随便的观一相 眉尖白豪相 常常的练习 你的心得定了 再来念佛 你也很容易往生 第四个 就是对于比较忙的人 早晚念十念 顿号或是一百声 或是一千声 越多越好 这样子发愿回向往生 所以从古至今 也有很多高僧大德 或是大法师 弘扬实念法门 其实我们要随喜 但是我要提醒你 实念你要很真诚地念 恳切地念 而且要念到呢 你能够调伏烦恼 不是呢 这样子 拿个念珠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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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声念完了 那这样的话 很难往生的 你实念虽然很少 但是呢 要念得很有力量 就能够调伏你的烦恼 第五个 或是忏书你无量节出众的习信 跟实不善业 以忏悔的心而求生净土 也可以 第六个 或是呢 恐怖生死轮回 发愿往生 我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发愿往生 但是不要求将来的人天福报 或各种享受 不要说我来生希望长得漂亮一点 大富大贵一点 多子多生一点 我告诉你 来生如果肥肥的话 你就不会来佛堂里拜佛了 因为太肥了嘛 拜不动 还有太有钱的时候 来生里面都是点个香 OK啦 我出钱啦 功德啦 你们做啦 就走了 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富贵学到难 所以不要求来生的人天福报 第七个 或是你只有持一个五戒 或八观灾戒 乃至于沙盗淫望酒里面 五戒的任何一戒 你也可以以十戒的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 第八个是呢 一切吵闹的地方 假如你不能离开 比如说有时候呢 你现在要参加朋友的聚会啊 觉得呢 很吵闹 那时候你心静下来 就像我刚才观想的 教你的 所有这么多人都在那 开party 可是你一个人呢 只观想你一个人 这时候你想 哎呀 众生很苦啊 他没有听到佛法 他觉得现在短暂的快乐 很快乐 可是快乐完了以后 就造恶业 就受苦啊 这时候你就会生起 强烈的厌离心固 然后以此心而愿 愿一切的众生 能够往生 这叫做厌离心 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第九个 对诸世间的一切人中 不能极断 就是在人世间的 这个应酬当中 你不能断 没有关系 但是也不要 随顺恶友去造业 像有些联友也问我 说师父我受了五戒 可是我的场合里面 常常要跟人家喝酒啊 那我又想去极乐世界 怎么办呢 我说那没有办法 那就少喝一点吧 喝一杯吧 一杯 那最重要你不要酒后乱性啊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随着他们去造恶业啊 那要你能够拒绝的话 能够呢 不要以茶代酒 或以果汁代酒 那也很好 对不对 像现在很多呢 西方人 我们在晚餐party的时候 都要敬酒 Toast 那佛教徒怎么办 你也可以Toast 叫他放红色的葡萄汁 对不对 你不一定要喝酒嘛 讲白了啦 还是你的心啊 喜欢那个酒啦 不要太多借口啦 第十个如观经夏品夏生说的 临终一念到十念故 真诚的懺悔 一念灭八十一节 松死重罪 一样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好 我讲得有一点赶 有点快 没办法 接下来请各位翻开来 翻开到第三页 第十八行 Page 3 我想两次讲座 都把四十八大院也讲完了 也讲三倍往生的因果 也讲到 这个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也讲到原宏道居士 讲的西方和论部分 最后我想今天是总结 耽误一点点时间 这是很好的寄送 是释迦摩尼佛在 《无量寿经》里面 亲自讲的这个寄送 把白话翻译一遍 你会了解它的意思 Page 3 请看 请看幻灯片 这个科判是取之于 静中学会的这个科判 丙二 过去世曾经修福修会 你才会听到净土法门 分二 丁一 符会史文 丁二 恶障自他 你可以看幻灯片 因为我有用顿号把它分开 各位因为有经文 我就直接白话翻译 节省时间 第一位 丁一 假如你不是过去世 无量节修福修会啊 老实说 你是今天听不到正法的 你也不能够听到 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 与此正法不能闻 所以 这明说明的一点 包含着我个人 跟在座所有的居士 其实我们是多生多节 都在修净土 真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常常说了 我们考了59分 被当掉了 现在又有人考50分而已 所以继续来轮回 已曾供养诸如来 你曾经供养过去 无量无边的如来 我告诉各位 我们在释迦摩尼佛的法运里 其实我们也见过释迦摩尼佛 不然我怎么会在释迦摩尼佛法运出家呢 可是我们见过如来的时候呢 当时不一定是人的身份 可能是动物的身份 或是其他幽民界的终身 或是你可能是印度人 但是呢 你啊 你已经供养过诸佛如来 所以你能够欢喜 相信此事 此事指极乐世界法门 第二 有恶念跟障碍呢 升起的时候 是会障碍自己跟别人的 看19 恶交 懈怠及邪见 假如你常常有恶心 交慢心 懈怠心 尤其是邪见 把邪见画起来 邪见是让你生生世世呢 想去极乐净土 又去不了的一个最大原因 所以男性如来 这种唯妙的法门 就好像一个盲人一样 常常处在黑暗当中啊 是没有办法开导他 走到正确的道路的 这个盲人是笔记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横处暗 暗是指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正确一条路 接下来再看 秉三 持眼行超得度 分三 丁一 持眼往生分二 看物一 持眼就是受持而为别人演说 请看经文 为成于佛 直中善 旧事之行方能修 你在过去无量无边诸佛啊 你中过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 今天这个旧事之行呢 就是让你一生呢 涌脱轮回的法门啊 你才会用欢喜心去修持它 闻到以后呢 你很欢喜 很受持 即书写 读诵 供养 那所以这就是修持法行 你会生起真正的欢喜心 好要地学习这个方法 这是呢 因为你在过去佛的地方 就中过很多善根 这里回答一个问题 师父 我长期做护法义工 无所求 默默做 很好 你很有善根 直到听到你的开示 那天啊 我就很真诚地在佛前发愿 我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结果当天晚上 我就梦到一个充满花香的境界 第二个晚上 我又梦到了美妙的音乐 跟众人都在欢喜跳舞 是好现象吗 答案恭喜你 这是极乐世界给你的加持 第二个 但我要给你建议 不要执着 第三个 你要好好修行 这位蔡居士 你这辈子会有很大的希望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你要好好的用功 所以在这里讲 你碰到了这个法门 你应该真净地羞耻 因为你那天的发愿 所以 你虽然梦到了这些境界 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它是以你的因缘果而显现的 所以希望你用功 你今生会往生极乐净土 请看幻灯片 物二决定往生 如是一心一意的发菩提心 念阿弥陀佛 修各种功德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当你夜静的时候 绝对能够往生极乐果 假使末法时代 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大火 佛的功德力 也可以接你往生极乐世界 这里的满中大火 有几个解释 第一个 和子战争 第二个呢 是众生的业 佛经里面说 末法时代呢 这个火呢 会烧到呢 从这里修到呢 这个初禅 二禅 跟三禅 就说人间满中大火 各种灾难 连天上都烧的时候 那时候你念阿弥陀佛的话呢 以蒙佛加持 你呢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但是注意听 这一条 我不会特别强调 注意听 注意听 我不会特别强调 特别强调到变什么呢 大家念佛的 都是怕死的 怕世界大战 怕末世思想 听好 净土中有些的法师弘扬的 太过头了 动不动地告诉你 明年有灾难啊 你再不念阿弥陀佛 你就没救了 这样变成恐吓的人心 不太好 我不太赞成这种方法 没有错 佛经里有讲 正法 相法 跟末法 可是讲末法的话 是讲众生的恶业 的确这个世界 越来越多灾难 越来越多战争 越来越多的 所谓的 所谓的气候不调和 全球暖化 但是注意听 末法时代 假如你有善根的话 你还是正信佛弟子的话 你不用怕 怕什么 一切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所以注意听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逃避的心而去的 而在家的 出家的法师 或在家的居士 你跟人家介绍 净土的时候 注意听 不可以用 恐吓别人的心 不然你会办法 你不能说 赶快念 明年就会战争 你再不念 明年就灾难 阿弥陀佛 我们有下你的心 叫你去那里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净土中 也曾经被人家批评说 跟末世思想结合 就像基督教一样 对不对 你再不来 上帝就审判了 最后你就会堕地狱 极乐世界 没有这样的想法 极乐世界 是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 就像旅馆一样 真正是假的 你不会永远呆的 就像梦幻泡影一样 你永托轮回 成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法的功德力 跟你自己的信愿行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成佛威德西能超 这是佛的功德力 所以这个不是恐怖兴趣的 它一样是一心不烂 很欢喜地发菩提心去的 所以希望弘扬净土中的 在家出家联友 不要用漠视思想去吓别人 这不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心 阿弥陀佛绝对没有恐吓的心理 叫你到去极乐世界的 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地谨慎 接下来看 丁二难知难闻 悟一佛知难测 看二十二颂 如来深广至谓海 唯佛与佛乃能知 请翻过来 在第四页 阿弥陀佛的境界广大无边 只有十方诸佛 佛与佛才能知道他的境界 一般大的菩萨 都还不是很清楚 除非像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的这样大菩萨 他才知道佛的境界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既然没有证到 那个佛的境界 也不要轻易地 办法跟批评 纵使你不喜欢 极乐世界法门 很好 也可以 那你就继续修你的 等下一尊 没了菩萨 下面讲 一节 身闻一节 思佛志 尽其神力莫能测 假如有无量无边的身闻众 都证了阿罗汉果 他用一节这么长的时间 共同地来思考或推算 佛的智慧 用他的神通力 他还是没有办法知道 佛的境界广大无边的 你看福尽就亲自跟你讲了 所以极乐世界的法门 只有佛跟佛 才知道他境界的殊胜 请看物二 难得难闻 二十三颂 如来功德 佛自知 唯有世尊能开示 阿弥陀佛如来的功德 只有佛才可以知道 所以唯有十方诸佛 才能够做开示净土法门 除非是登地或道架此行的大菩萨 他修过极乐净土 他才会赞叹净土 一般其他的出发心的菩萨 或出地二地到八地到七地 出地到七地的菩萨 有很多 他还不知道为什么阿弥陀佛 为什么这么伟大 为什么念一声阿弥陀佛 就可以正无声法人 他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我生生世世 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阿僧奇节 修到现在 我才二地菩萨 怎么会有一个凡夫呢 念一声佛号到了七方极乐世界 就八地不动地 他真的想不通 的确就是想不通 因为那是弥陀的大愿 所以唯有世尊能开示 这里世尊能开示是指 狭义说是指释迦牟尼佛 狭义的说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也会讲无量寿经 广义的说是十方诸佛 只有你成佛的时候 你才有这个功德力 开示净土法门 究竟圆满的开示 下面 人生难得佛难止 信会文法难中难 各位得了人生 我们都遇到了佛的正法 你又有信心 又有智慧 所以你闻到正法 是善中 难中之难 所以有时候你应该鼓励自己 今生成佛的希望到了 接下来再看 丁三 信受得度分二 物一 行超普贤 二十四诵 若诸有情当作佛 行超普贤登彼案 假如有众生 当作佛请画起来 遇到净土法门 的的确确是你今生成佛的机会到了 你应该好好修 普贤十大愿 甚至念佛的功德 会比普贤十大愿更为殊胜 因为普贤十大愿最后是 倒归极乐净土 登彼岸 这里的彼岸 就是极乐世界彼岸 是故释迦摩尼佛对与会大众在无量寿经如来会说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你很有知识 博文的各种善知识 有智慧的凡夫或菩萨们 希望你要相信我 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要相信我如实地说 也要相信阿弥陀佛大愿 从来没有骗过众生的 最后一诵 物二 劝耻广度 二十五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我们这么殊胜为妙的法门 透过弥陀的大愿 可以让你一生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往生呢 你看 洪一大师往生的时候 他写了叫悲心交集 悲的是什么 我跟所有的众生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受苦 心的是什么 我太高兴 我终于见到了阿弥陀佛 我现在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你应该阴长念佛而生喜 念佛的人应该常常生欢喜心 这里的喜是什么 是指法喜 最后你能够受持这个法门 也尽心尽力劝别人 广度生死地轮回不留 佛说 这个人是所有善人当中 最为殊胜的真善友 我终于讲完了 谢谢各位 最后给各位几个建议 请翻开八十九页 八十九页有参考书目中英本 那所有的书目 我按照的这个排行榜 make the numbering 假如你对净土宗还有兴趣的话呢 希望你可以 从上面的书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 深入进藏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回答问题十分钟 我答多少就算多少 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法会 拉玛拉 maybe you can see the page is 65 the old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我是跟拉玛说 他们或许可以看英文 请问师傅 家人火化以后 骨灰里有设立子 如何处理呢 可以拿回家吗 当然可以 设立子是代表戒定会的结晶 但注意听 修持好的人 自自然然就有设立子 但也不要执着设立子 中国人有说很执着 你知道吗 中国人很喜欢金刚经 对不对 大家都念金刚经 中国人是最执着的众生 所以金刚经才会这么弘扬 举个例子 现代的刚刚往生的圣言法师 他的遗嘱里面就告诉他 不要捡设立子 其实他火化出来 真的有很多漂亮的设立子 但是为了尊重他的遗愿 所以还把设立子全部磨碎 一样土葬 放在树葬里面 所以在家居士好好修持的话 也有设立子 但是不要执着 听好 也不要因为设立子的多寡 来判断人这个修持好跟不好 它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但不是绝对的标准 肉身也是很难得的 但是也不要去执着 你可以供在家里 没问题 我前日这次两次讲经的时候 我也说台湾广青老和尚的设立子 像珍珠一样 我也顶礼过 那又怎么样呢 那些广老的设立子 人家修的界定会 你应该看到设立子 来勉励自己 我要好好精进 这个才是设立子的真正的功德 第二个问题 师父请问 阿弥陀经的实念往生 多数人若在往生前 都是昏迷的状态 比如说在医院 那有可能往生极乐世界吗 答案跟你讲真话 不太容易 因为往生的时候 它是正念分明而去的 所以昏迷的人呢 假如你帮他念佛的话 起码不多三个道 要往生极乐世界不容易 除非他在昏迷的状况 因为你们注念或诵经 然后他又清醒了 然后你叫他念佛 他真正提起佛号的话 他还是有希未往生的 所以假如你遇到的莲友 在医院或注念的时候 昏迷怎么办呢 莲友跟家属 在佛前帮他忏悔 拜阿弥陀佛 送普贤行愿品 送无量寿经 送大乘的经典 一直念 分两组注意听 这个人一组在这边念佛 阿弥陀佛 另外一组的人呢 就在佛前帮他忏悔 拜佛 然后弄经 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呢 业力忏除的时候 他还是会清醒的 那昏迷的状态 是不可能去极乐世界的 很抱歉 我必须告诉你 真实说 师父请问 弟子的母亲在四年前去世了 现在弟子想知道 他往生到哪一道 怎么样才知道呢 你应该问观世音菩萨吧 不是问我吧 当然你很孝顺 没有错 我知道 很多人的爸爸妈妈过世了 都想知道说 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注意听 假如你在爸爸妈妈过世的 四十九天里面 曾经为他念佛 诵经做超度的任何功德 注意听 肯定他不会做地狱恶鬼畜生 所以你可以放心 他不会在三恶道受苦 他可能来生投胎做人间 继续学佛 也可能来生投胎到天上 他一定会闻到佛法 你为他做的功德 一定有广大的功德 你不要怀疑 至于说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没那么容易 举一个例子 我告诉你 我的外曾祖母跟外婆 我帮她住念的 她就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她临终的时候 也有恶元献前 你要听这个故事吗 长话短说好了 我的这位曾祖母 我帮她皈依的 我亲自披着金黄色袈裟 他们全家族都是一贯道 然后我为他们说法 然后我们就开始注念 那当然是有胃痛 胃痛 然后我们就帮她注念 念一念以后 她就指着 意思是说 好像佛祖来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呢 那个家在楼上 有两层楼 然后她就叫我们的俗工 赶快上去点香 那我们就赶快帮她点香 然后我们继续帮她念 念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念了三天三夜 她就睡得很祥和 那因为是胃痛 是根本不可能吃东西 后来她就叫我们呢 给她一碗稀饭 她就完全吃了 那因为我们帮她注念 三天三夜 我是从常住请假 从台北赶到乡下去 帮她注念 而且帮她皈依 当然我也觉得 她还是稳定了 哪时候走我不晓得 那三天看起来 很平稳 对不对 后来呢 我就叫家人 继续轮班念 念完以后 我就回常住 结果过了三天以后 第四天 她就开始恶化了 耶 然后呢 她呢 生平的时候 跟我的外婆 是冤亲在住 我的外婆 其实不是恶意 就是世间的 错误的想法 在她死的时候 帮她换衣服 就动着她 结果我打电话呢 给她 叫家人说 我哭着对她跟讲 我努力了那么久 你为什么还要 动她的衣服 不要哭 不要念 就帮她念佛 然后我阿姨就跟我说 师父没办法 我们就是没有做主 我在哭的当中 就挂了电话 最后她就断气了 我是跟她告诉你 真话 我外婆没有去极乐世界 但她不跺三二道 所以她往生了以后 我帮她做了49天的功德 我念了49天的普贤行愿品 我也从来没有做梦 为什么呢 假如她在地狱恶鬼很苦的话 她最疼我 我是出家人 她一定会托梦给我 可是我知道 她呢 没有去极乐世界 她也没有堕落三二道 来生她会继续做人 或许来生我在讲经里面 搞不好有一个漂亮的年轻人 就非常喜欢我了 因为我外婆很疼我 对不起 我外甄祖母很疼我 但她看到我会是清静的心 不是染污的心 因为她很疼我是一个慈悲的心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不太容易的 那你这位脸友问 你虽然很孝顺你的妈妈 你很想知道四年前 你妈妈往生在哪里 有两个方法 第一 拜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咒跟观音圣号 第二 我拜地藏王菩萨 求观音跟地藏菩萨 托梦给你 你就会知道 你家人在哪一道的 这是真的 师父 我父亲往生以后 我的母亲 把我们几个儿女的名字 都写在坟墓上 可以吗 不太好吧 你还没死 为什么把名字写在坟墓上呢 不太好 不太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里 有常常问我类似的问题 要把名字就刻在佛桌上 要么就刻在坟墓上 你们这么急着把坟墓啊 刻在你的名字 把名字刻在坟墓上 活的人不要刻在坟墓上 不好 还有一个 你的家人可以立牌位 但是呢 不要呢 说你爸爸妈妈还活着 然后把他的照片放在佛桌上 这样拜 不好 他还活着的话 你不要拜 拜的话 他会短受的 因为拜的佛堂里面呢 除非你是超度 贴在旁边 所以我觉得 你暂时把坟墓上的名字 给挂掉吧 第二 师父自从上一次 在宽记念佛堂 part 1 听你讲经以后 我回到家的时候 常常右边耳朵听到 阿弥陀佛的 听到呢 释迦摩尼佛一直在发出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呼号 我回到家的路上 也一直不停地听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昨天晚上 你写这个单子的呢 我的耳朵也一直听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呢 我现在在家里 在抹窗户的时候 我也听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知道为什么 很好 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你 表示让你升起净土的信愿心 但记得不要执着 还有不要有所求 我公开开示 这两个很重要 不要执着 有很多联友念佛的时候 自然有一些现象 哎呀我看到莲花了 哎呀非常欢喜啊 你看我修得很好咧 就第二天诵经的时候 嗯 莲花怎么没有出现啊 那莲花就不会出现 念佛的时候 是你心很清静 自信弥陀现前 阿弥陀佛也加持你 他现前的时候 是自自然燃现前的 所以说明了一点 极乐世界是真的 所以不要怀疑 但是也不要执着 还有不要有所求 因为你一直想要见佛 一直见佛 你心很急躁的话 阴光大师说 你的心还没有得到 一心不乱的时候 你见佛的时候 就会被见到的都是魔 比较多 你会被吓到 所以这位灵友 你有善根很好 阿弥陀佛加持你 你听了四十八大愿很好 但是不要执着 我老实告诉你 等你们每一天奖金走完了以后 你们不是有放CD吗 南无阿弥陀佛 你知道吗 我在我房间 我听到很久很久 我正在跑出来看 奇怪了 那个是不是思宜忘记关了 CAMELA 或是关记关LADO 我跑出来还是没有 我这几天也是满脑都听到佛号 很好 阿弥陀佛加持我 希望我为大家说法 所以不要执着 不要炫耀 也不要有所求 不要说我过一阵子 怎么会没有 看这里 一样 修行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修精进的时候 你会很感应很清静 可是过一阵子 你身体累了 夜障来的时候 的确你会觉得奇怪 师父我这辈子 这个月我很认真的念 普贤行愿品 很倒霉 然后过一阵子 又很不错 他的心一定是起起伏伏的 因为你的夜 像有波浪的大海 这是自然的 重点是什么 不要它起来的时候 你就抓着它 所以不要执着 是要用在这里 这很重要 好 再回答两个问题 就结束了 师父 请问你在开示提到 往生正因要发菩提心 那如果说 年老的佛教徒 不听闻佛法 也不发起菩提心 只是每天诵经拜佛 那这样的众生 有缘往生吗 答案是 have have 要看它 假如他能听经文法更好 各位 若是你的爸爸妈妈 很老了 没办法来听经 将来有DVD给他看 甚至你怎么教他 来注意听 你说爸爸妈妈 你也会老 你想一想 全世界的众生 都会老 那你希望你自己 不要痛苦 所有的众生 都去极乐世界 你这样念佛的话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并不难 最重要要升起 大悲心 跟救度一切众生的愿心 这样的话 他就是菩提心 下面 如果劝不了他们发菩提心 那我年老的两位祖母 已经高龄 从来没有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 也没有发心想听经 那我应该怎么样帮助他 种下往生的因呢 一样你在佛前 发愿 修持 忏悔 拜佛 希望阿弥陀佛跟 观世音菩萨 在梦中 显现给他看 给他一个信心跟力量 我再讲一遍 对于年老的这个家人 比如说语言不通 他又没有因缘来听经 你以孝心 拜西方三圣 让阿弥陀佛跟 观世音菩萨 放光加持 在梦中显现给他一次看 他就会升起菩提心 这一天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极乐世界是满众生的愿的 知道吗 梦虽然是假的 但是梦啊 是圣人跟凡夫 沟通的桥梁 因为我们看不到阿弥陀佛 但阿弥陀佛可以在梦中的时候 显现给你看 所以梦中 显现七方三圣的话呢 那你两位祖母跟家人 他就会升起广大的信心 他自然就会升起 清净的菩提心 这是我的经验 这是很真实的方法 所以我想观世音菩萨 一定很忙的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今生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也发愿生生世世 要遇到正性的佛法 跟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这相违背吗 答案不会 你去了极乐世界就是 连死海会佛菩萨 都是生生世世的善知识 你又问说 请问因为发愿生生世世 而今生不往生 因为极乐世界没有生灭 那这样有冲突吗 好 注意听 金刚秤跟大秤 两个有一点点不同的是 我们大秤的佛弟子 都会发愿念念要求生极乐世界 请看幻灯片 就是我们念念都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目的是先到极乐世界以后 正到无生法人再度众生 但是若你请教 假如他会华语的拉玛 你问他 你会发觉 他们不一定求生极乐世界 他们反而发愿生生世世 跟着你的老师 上师 举一个例子 你发愿生生世世 跟着尊贵的高玛巴 十七世的高玛巴 你发愿生生世世 做他的弟子 当然很好 但是这里有一个差别就是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你做参考 你还是先去极乐世界好 为什么呢 你去了极乐世界 正无生法人以后 回来你不怕度不了众生 当然假如你发愿生生世世 跟着老师 除非这个老师是真正佛菩萨的化身 当然他也会教你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 听好 你还是你有自己的业 你还是会发烧的 你还是会感冒的 你的业若没有灿除的话 生生世世跟着上师 很好 他可以教你佛法 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 修持断正的功夫 你才跟灭一切的业 所以这两个有一点不同 虽然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 通险教跟密教 不过我个人的浅见 还是劝你宣去极乐世界 正到无生法人的时候 不管险教密教 你都可以千百亿化身 来护持你的善知识 你的师父 你的仁波切 你的法王 都可以满你的愿的 好 最后时间不能再讲 再讲我们大家都在这边 打佛七了 所以最后我还是讲感谢的话 感谢感谢再感谢 那我很感谢三宝 也感谢阿弥陀佛 莲慈海慧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没有病痛 没有障碍 能够为大家说文佛法 第二个我也要感谢 新加坡的宽祭堂念佛社的主席 跟所有的干部 无所求的奉献 也要感谢全程录音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会将来我让我们出一套DVD 我正式授权给他们 那听好 我观察到呢 结缘品虽然很多 有时候结缘品太多了 很多人不太会珍惜 都乱乱丢 那因为经济也不景气 我当然知道佛法是不可以贩卖的 师父是法师我知道 但我跟他们讨论的结果 我公开正式授权给宽祭堂正式流通 那可能录出来的整套DVD会大概是18片或20片 他们还在工作 因为我每天都讲的法洗充满 超过了两个小时 所以加起来会有20片 20片的结果呢 可能会拿30块新币 得到的钱呢 或是左右 到时候我们会公开 对不起 所以希望你相信我 也相信宽祭念佛堂的工作人员 都很深信因果 所以得到的钱呢 会供养宽祭念佛堂的未来的弘法基金 不愧是我拿到 谢谢 因为你知道大会动员了很多的人力财力 也有人不失 但是租这个录影 还有全程的录影跟器材 是花很多钱的 现在经济真的很不景气 我也知道大家很真心 所以将来这一套DVD做好的时候呢 它会正式在宽祭念佛堂贴公告 他们也会通知我 或在商业经社上网 那就请你来这边领取 但是要付部分的钱 我们不是赚钱 希望相信我们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不定钱的话 很多人呢 发心的时候都当做没听到 要节养品的时候都强很多 很贪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你可能要付部分的公本费 我授权会让他们 那得到的钱通通呢 会转为宽祭念佛堂将来的弘法基金 不一定是我 任何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呢 来弘法都可以作为弘法基金 这是要说明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 我们先以热力的掌声 感谢宽祭念佛堂 所有的人员 还有录影人员 第二个 我也要很真诚地感谢 所有在座的居士 每天虽然上班很辛苦 家人工作也很辛苦 甚至有些连友呢 也很真诚地跟我说 感谢念佛堂还准备晚餐 很好 大家是很有善根福的姻缘 所以你能来参与呢 也是给我的一种鼓励 然后你们的问题一堆 我也很感动 我会尽心尽力处理 所以也掌声鼓励 谢谢每一位 最后呢 因为在这儿讲得太发喜了 所以我好像很快 又要来新加坡了 正式公告 到时候请看网站 就是7月23号 在静明佛学社连续六天 会讲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讲大乘庄严宝王金 我很欢喜 这个金呢有四卷 所以大概要六次才会讲完 天哪 这样子签下卖身器 好像我要常常来新加坡了 那我可能会每半年就来一次 那现在请法单位都很聪明 一请都请一个很长的金 让我讲不完 不过这部金真的很好 因为西藏拉玛 他们也念六字大明咒 那可是呢 本身就有大乘庄严宝王金 这部金很少人弘扬 虽然西藏的仁波切 有讲过 但是我发愿 重新做科判 把它整理 所以将来我欢喜为大家讲 讲完了以后就是海印古寺的 菩提之良论 Part 5 再讲完以后呢 就是 佛教青年红法团 我要讲法华经 第28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我也正式同意了 那讲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 注意听有几个 第一个 讲法华经最后流通的功德 第二 我会正式详细的介绍 普贤菩萨 因为最后法华经的 这个受持者 加持是弥勒菩萨 所以我会公开 在新加坡 正式介绍弥勒菩萨 我会很用心的准备 我刚回去以后 我不用睡觉了 要这么多 而且就六支大明咒的时候 我不但介绍六支大明咒 我会尽心尽力的 以我所学 把大阵仗密教部的 各种观世音菩萨 四臂观音 如意伦观音 码头观音 还有六臂观音 还有八臂观音 十六支手的 准提菩萨 或圣十一面观音 或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全部的观音法门 会在静明佛学社讲 但是要提醒大家 那个好像要锁票入场 我跟他们谈过 到时候他们会公告 所以答案就是 下次七月底会来 连续会有三场演讲 讲完了呢 我就可以kick it out 我可能会去马来西亚 出镜一下下再回来 所以可能八月跟九月 会待在新加坡 那就欢迎大家来多多捧场 谢谢各位 好 那讲到这里就吉祥圆满 那我想我们还是先发愿 好不好 发完愿以后 好像主席跟干部 有一点点的话要说 所以请各位翻开第六页 希望Page 6 好 请看幻灯片 希望我们在场所有的联友 不要急 然后一起 为你自己 家人 过去跟现在 所有的冤亲在主 跟所有的家庭眷属 跟无量的众生 一起发这个愿 希望把这两次讲座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早日闻到佛法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愿一切众生 能够往生极乐净土 愿大家 连时海会愿相逢 所以 待会看着幻灯片 极乐世界 第二章 就是希望你 临终的时候 能够蒙佛接引 你真的要相信 发愿 若是这次讲座里面 万一有哪一个人 先去极乐世界的话 我有个小小建议 希望你不要忘记 在梦中 应该回来通知我们大家一下 那会鼓励很多很多的人的 所以先去的人 也应该发愿 来给后人的鼓励 那在藏传佛教里面 也是有极乐世界 还有八大菩萨 那希望大家 连时海会愿相逢 好 请看第六页 我们请合掌 一起念 心不要急 慢慢念 就观想 我今天就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我生生世世轮回 我今生终于能够出轮回而出 到极乐世界 我应该 应常念佛而生习 好 第六页 一起念 慢慢念 愿我 愿我灵愿 愿我灵愈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仲会行清静 我时余圣灵花生 清赌如来无亮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济矣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便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境时 我愿就境恒无境 我此普贤书甚行 胡边圣福皆回下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谢谢各位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吉祥圆满 谢谢各位 感恩师父慈悲的加持 接下来我们本堂社长 陈真介 居士自谢辞 谢谢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祭佛友 大家往上好 今日观祭堂联佛事 在此感恩 新宏大法师 来开示 奥尼陀佛四十八大院 第二段 献与圆满 小弟代表李世伟 谢谢师父爷爷 不客气 阿弥陀佛 谢谢 同时也感谢大家 破空前来 聆听 如就在不周的地方 请多多包行 本座佛陀执杯 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财源广静 对对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也是无上手 的确 会财源广静 对 祝大家快快乐乐 谢谢王安 请大家起立 向师父三敬礼 不敢当 请起立 感恩师父慈悲教导 清凉法语 观目者你我心扉 谨记以发心信心 慈心和悲心修持 修学到上 愿意各位共勉之 再次由衷感谢 新宏法师 以及各位法师 佛友们对这次 系列佛学讲座的护词 悦佛法常驻 展展智慧心灯 也照亮了心灵的暗示 朵朵清净年华 更遭就了人间净土 这些法义 收获于体会 都得知于 新宏法师的教育 法师对于经典 深入浅出的尝试 让我们对佛法 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同时也深深感受到 师父的悲心和愿力 在此主演新宏法师 法体安康 吉祥如意 常来新加坡洪法 各位请谢法师 一个感恩的掌声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各位 好 感谢了大家的 祝福跟提醒 我会放在心里 不过我的学生提醒我 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赶快回去啊 不过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连此海会 愿相逢 阿弥陀佛 好 各位请合掌 向佛陀行三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在虔诚感恩的心 礼谢法师三问训 好 一问训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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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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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